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跟他用棉球给他弄 大家可以接受吗 还好 但是我没有像之前用这么多次 大概就是用了五六次这样 那也是水量也很小 不过我今天忘记带那个条根 可以吗 这边有吗 先试试 婆婆 婆婆 女生老师好 你好 嘴巴擦擦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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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胃兜兜嘞 吞一吞哦 不 再一次 再一次 啊 好 所以好棒 擦一擦 对擦一擦 嗯 好棒 耶 好棒 对 吞一吞 嗯 好棒 吞一吞 吞一吞 再一口 再一口 嘴巴打开 嘴巴打开 吞一吞 他舌胎很多 我今天给他也这样做了一次 但是发现他的舌胎很多 那个舌胎要每天清才会 可是我清不出来耶 他那舌胎好像黏在舌头上 我好像没办法把它清出来 他那个舌胎如果要清啊 其实就是牙刷比较清得起来 如果用那个海绵棒 基本上我觉得很难清 我就是用你刚刚用的那个 这个嘛 这个清不起来 基本上牙刷就是有一点毛量 嗯 会小小刮刮刮 然后你可以拿那个婴儿 有那种小朋友幼儿用的小牙刷 他那个头只有一点点的 是一般大人牙刷大概三分之一大 嗯 对啊那个就轻轻刮轻刮 舌胎就比较容易干净 哦 这样 对 这想说是给他去吃中药看看 舌胎会不会去掉 我觉得那个跟 跟那个中医的那种舌胎 其实 比较 比较 比较不是那种火气大啊 或是什么 身体不好那种舌胎 嗯 吞一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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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它这个舌胎是什么舌胎 就是 纯粹那种 嗯 像我们刷牙 刷干净的 他的甲牙有点要跑起来了 要压下去吗 好